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闲淡报社 无论你是不是足球迷都或多或少对足球场有些了解 那么这样可能就有人要说了,足球场不都长一个样吗? 那小编要说的是,各位小伙伴一定是没有见过世界上最美的足球场 在农威北部的沃甘市小渔村,亨尼斯维尔在这里人口不超过600 是由数个小岛组成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与世隔绝 才造就了亨尼斯维尔那份宁静而又简单的美 当然这里最特别且又让所有人记得这个小渔村的就要属亨尼斯维尔的足球场了 在湛南的海面上静静地处理着,就连北欧无限的风景也沦为这个足球场的背景 可以说亨尼斯维尔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足球场了 就算是你对足球不感兴趣,但是就因为他的情色,你也会爱上这个足球场 去了解在这个小岛上会出现一个足球场,就是因为 在这里不到600个村民大部分都是爱足球,他们克服重重困难 在这里建成一个足球场,从远处看你一定会被深深震撼到 这大概就是天堂足球场吧 所以说人只要执着沉迷于一件事情,不管多大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小编还是挺佩服这些村民的,就因为热爱足球 想尽一切办法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建设一个足球场 这么看来是时候去练那个点石神经术了 好吧,希望地球人不断做烟,让我们继续吐槽 世界如此构造,新闻也需要清调,还不点关注人家在等什么呢